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会陷入说现在是没有反对党 然后媒体去反而是扮演这个角色 那媒体扮演这个角色他可能会产生了后果 现在突然间完全自由了 这一年里面没有什么政府内政部私底下 打电话给报馆编辑 所以说你要怎么样写 你要怎么样写 没有人管 因为我们相信新闻自由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一个马来西亚人的媒体 我们现在只有华文媒体 用华文来写华人的角度 用马来文写马来文的角度 我们没有用马来文写马来西亚人的角度 没有用华文写马来西亚人的角度 所以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这个所谓的华人角度 跟马来人的角度是冲突的 冲突到什么程度呢 是对立的 突然间好像没有敌人了 所以找敌人互相找敌人 对立倒是完全是隔绝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很危险 这危险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其实根本不是根据事实 来讨论问题 然后我们也不是根据 每一个人的需要 根据马来西亚人的需要来讨论问题 怎么说 比如我们在国防部其实做了很多改革 然后很多再重新讨论 但是你问华文媒体跟马来文媒体 如果他纯粹从华人跟马来人的角度思考 他会问什么 马来文媒体说 为什么没有华人要重军 华文媒体说为什么没有华人要重军 为什么没有让华人去重军 可是其实他背后有很多要讨论的 比如说军队军营 军人的宿舍 军人的食物 军人的教育 军人的开支 军人的是不是有足够的汽车 是不是有足够的武器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事情要讨论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国民的角度 我们不相信这个是个国家 我们只相信这个是族群的对立 所以到最后这个国家 如果是这样子往这个方向 他是很危险 那我们要走出来 我们必须带大家一起走出来 看到其实 我们有马来西亚人共同的利益